穿着水上运动安全防护装备 一行学生徒步往海边前进 9号上午 长冰国中为今年即将毕业的 9年级学生举办的 走在家乡长阳海滨的活动 学生必须通过独木舟 体验在海上滑行 将海洋教育系列 融入在这次的课程当中 它包含了我们一系列的课程 从7年级的独立造舟 到8年级的浮潜 以至于9年级的独木舟 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让学生学会环保 学会生态 遇到困难 解决困难 训练团队的精神 学生们两人一组 坐上独木舟 努力向前滑行 有学生表示 过程中虽然辛苦 碰到的一些交言阻碍 也都顺利通过 经过这一次的课程训练 更加了解团队默契合作的重要性 刚刚一开始原本是两两一组 然后看到其他同学滑很慢的时候 我们就交换 所以刚刚有交换 可是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然后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 就是得到团队合作 很好玩 只是只要没有队友帮忙 就是有点累这样 最后一年跟同学这样滑很开心 会跟同学有增加感情吧 在毕业前几天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算值得吧 虽然会累 独木舟体验过程 有残滨渔港往北 沿着岸边滑行 大约十公里的距离 一路上除了有美丽的海岸风景相伴 也让学生在毕业的前夕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记者物质台湾残滨 采访报导